昨天终于是将年末吵得沸沸扬扬的管虎之道,冯小刚主演的《老炮》看过了,在家里看的网络电视,省却了去影院的烦恼,没有了开订后还来回走动的人影,没有了临座的就在耳边的对话,也没有了后座的脚底在后背不断地抖动。 所以非常完美。只是在原来电影设计的高潮部分睡着了。当冯小刚扮演的老炮穿着军大衣,挺着日本巨刀单刀赴会的单,在被窝里看戏的我却愉快地睡着了。在影院就会有点不好意思,在家完全不会有一点尴尬,所以看电影的愉悦其实比完美还要多一点点。 首先该肯定这是不好电影。 小编评论电影好坏喜欢看编剧的意图,也就是主要看电影是在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,然后才是导演和演员有没有把编剧想说的表达出来。 老炮的主人公MR6,也叫六爷,也叫六,是个过气的混混。 虽然他表面上安于穷揭露相的现状,但是他有他的朋友,有他的道义,有他的江湖规矩。 若非他儿子惹老是要他出来摆平,可能他就会那么一直平平静静地过他的日子。 管眼不大不小的闲事,溜溜鸟,有时候去找找发廊小老板扮演一下小街上的罗密欧。 这种人在中国二十四十厘史不绝书,从春真军那时候的机名狗刀之徒开始,并不乏最后风生水起做成显贵或者当了皇帝的,直到最近才逐渐消失。 电影《老炮》试图告诉我们的,正是他们如何稀释在了现代人人群中去了。 六爷要寻找旧时哥们儿的帮助,于是广发英雄帖。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们活在各种各样的角落里,面目全非地扮演着各种不同角色。 回不到从前的样子了。 只有六爷还保持着特色,拒绝被现代社会缴械,依旧按照自己的思想活着。 这也正是他尴尬的来源。 在他全盛的时期,也就是二三十年前吧,他可以很好的作为优秀的一炮。 而今天,他们的江湖已经不在了,梁山不干涸了,失去了英雄们一句的草莽了。 他想腥风作浪的时候,才发现无从施展,那种力补从心的无奈,影片捕捉得很好。 影片的另一个好,就是没有拍成打斗片。 找个港岛必定拍成武打片呀,给张一谋也至少要让大家看到漫天飞舞的雪花, 一个老炮穿着鲜艳的军装,手持军刀在雪中飞舞打斗吧。 虽然片中有不少气氛紧张的对时,但是这种缺心眼的暴力美学没有出现,谢谢管虎。 不同于打斗片的好处是大家仍旧可以关注情节。 打斗片关注的是输赢,成龙拍的电影里,成龙打日本人,日本观众看了也还好。 为什么?打斗片总会试图设计一个反面角色出来,或用语言侮辱,或有不轨行为, 总要激起公愤,一场悟斗展开的时候观众早就完全站在主角这方希望他赢了。 老炮不是这样浅薄的电影。 你可以看到六爷和小飞都是活生生的人,只是他们的行为方式迥异。 因为中国的飞速现代化,六爷的许多招式看着都像石器时代的,现在实在是罕见。 六爷和小飞的差异就不是好人和坏人的差异,而是文化差异和时代差异。 有了好人和坏人的定义,舞蹈片就可以加带一些私货。 比如打一下日本人发现一下,这是编剧的福利。 比如讲一讲爱国主义,有点主旋律你会觉得也不错。 老炮也有私货,比如反腐。 还有儿那场和许晴的激情戏,只不过是为了票房。 六爷对亲人的感情也很有意思。 作为一个老炮,他对儿子几乎看不到铁毒之情,而是完全被他承担的道义所遮蔽了。 从一开场就可以发现,没有这么个儿子他也过得挺好。 儿子惹事了,才因为他有老子的道义必须出面,然后到一类道义,一层层让他无从选择,一直走到了最后。 他手持军刀冲向了他最后一次战场的时刻,他完成了对道义的追求,他对自己的江湖生涯有了一个完整的交代。 电影是造梦的机器,一个老炮还能死在自己约来的裙架里真是死得其所了,他成人了。 他的人生实现不在于对手有没有称赞他和为他流泪。 最后,小编注意到了他取他的兵器的时候,电影交代了一个细节,透露了一下他的价值观。 在看来家图四壁的某扇墙壁上,有一道关着的门,像电闸开关盒子那样的门,其实演示的也很笨拙。 六爷打开门,门内没有电闸,却是妻子的相片,房产证和刀具。 这是他认为需要隐藏起来的部分,说明他还不是一个赤条条来去无间话的人。 不过这一切并没有把他带入到现代社会里去,跟他混的大多数人也都有那么个小柜子,只是这些小柜子都变大了,走出了隐藏的区域。